荣获第五届温暖人间信仰力量奖 何日生认为奖项荣誉来自宗教无私的爱 我们用无私大爱去为天下人付出 不只付出无所求 付出还要感恩心 颁奖典礼在慈祭高雄晋诗堂举办 由耶稣基督后期圣读教会跟慈祭慈善基金会 共同举办象征跨宗教合作 温暖人间的颁奖 我想这是代表我们在跟各个宗教 各个族群的互动上 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做善事是可以跨宗教 是可以打破宗教的一个威力 让更多人看得到这些得奖人 他们的默默为社会所做的事情 为了偏乡隔代家庭学童担任篮球教练 或是为了援助民乡设计十二座教堂 甚至默默奉献的实业家 得奖人都在为自己的专业礼遇 无私奉献 我会跟我太太一路的继续行善 把善的好气也带给这个社会 宗教并不是在一定的行事化 其实它可以在每个文化当中 去表达出它更丰富的生命 一个是循环的爱 一个是把不爱你的人 也要让爱在你身上 得到那种真正的爱 九位得奖人真实的故事 期盼为社会注入更多正向力量 大爱新闻旋令王宗忠 高雄报道